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子Talk 今天坐在身边有Frank Hello 你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美股 我想全球投资者都要关注着 美股去年势非常靓 想不到1月开局仍然很靓 几大指数都曾经破纪录新高 我觉得很奇怪 明明疫情还爆得不得了 英国那些地方还要再实施新一轮的一些管制住 不让人离开 但是好像拜登的因素突然超前了出来 又拿来解释美股还有力想 会不会有牵强呢 我本来想着不是反映了吗 其实在整个资产市场里面 都等着几个大的消息 最重要的是上星期说的一些蓝浪 因为其实如果真是单边脚的 始终一些施政有问题 现在整个都是民主党 参众院加 总统都是民主党 预期的施政 例如最简单 大家派2000元那件事 就不用卡住卡住了 到时会派 会派 至于是2000还是多 所以你看到一些公用股 甚至乎一些消费股 物料股 所有的旧经济 去年没人看的那些 其实都慢慢开始 涨上来 当然是否很爆炸性 就不是的 因为始终还有疫苗在底下 所以其实开始将一些 所谓新旧经济的轮动 一些又如果所谓一些的 价值型 增长型的轮动 一些周期性 用什么名字都好 大家去年不要那些 现在就开始慢慢抢回来 但是这个气氛 真的可以持续到多久呢 就是我们说 如果炒拜登因素 通常说总统第一年上任 通常美国升的机率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民主党坐稳 还要掌管整个参众两院的话 其实美股的升幅都应该是很漂亮 但是美股十一年大牛市了 大家都觉得可能会高危一些 我会觉得在指数上面 就是一些高位整股 但是你说板块呢 就应该要注意 正如刚才说的那些内需旧经济 比较好之外 大家现在预期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新经济 尤其是科技这个板块 因为如果真的要加税 就是民主党是朝向比较加税 现在这一刻去一些旧经济 开刀还是新经济 去年赚到平满泊满了吧 新啊 是的 那今下我是不是要跟你拿一些税 二来就是在民主党之中 一些antitrust 就是那些反垄断 其实是比较朝向这个方向多一些 如果一个行业太过座大 所以令到担心新经济有antitrust 第三件事就是一些富人税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民主党之中 你说他结婦制朋友也好 什么也好 他将那个财富会平衡化 所以如果富人那班 真的有些富人税的 是不是这么积极去买股票呢 这么积极去资产真值呢 其实这些都开始 虽然不是今天的出现 而是在未来日子 1月20号之后 会不会开始公布一些经济政策之后呢 那些隐忧就浮出来 始终总统坐的头100天是很重要的 稍后我们可以再深入说一些 例如我们可以评论过去几个月 究竟哪些股份那些 就是板块表现 从而触我们 至少我想上半年 那个主题应该是怎样做的 但如果我们整个大方向 我和这么多基金经理谈 都是说今年的主题 钱很多 利率很低 联储局都好像不打算 怎样 打算收水 欧洲英国那边 还可能再加大放水 其实这些因素都说到闷了 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比如你在研究里面觉得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有机会继续 真是浪得住的事 其实水多又未必去洗的 但最重要就是说负利率 这件事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负利率很简单 名义利率减通胀 就看到实质利率 这幅图会见到很明显的 你会见到其实在之前 在2006年至2008年附近 其实都是一个正利率 而正利率其实上面那边标普500 你见到都是反复向下的 直到什么时候呢 2010年、09年附近 大家都知道在开笑之后 放水、印钱、QE、123那些 你会见到持续的一个牛市 其实伴随就是说持续的负利率 直到什么时候有些调整呢 就刚刚在2018年附近 其实有些所谓的收回水 资产股票来说 都是仍然今年都是支持的 是的 这些就除了股市 其实我们之前有几集 例如说黄金等等 有些人拍一条图 其实实质利率也支持了 黄金价格向上的 但是这个我又要考虑 因为实质利率 就是名义利率也减通胀 最大的疑问就是今年那个通胀 每个人都说今年有机会买通胀 盛运 那些什么十年期的 break even rate 就是市场利率 反映未来通胀的 十年期去到两厘 就是一百年的高位 就是说通胀会上升2%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实质利率会再负得再厉害 是 绝对有这个可能性 刚才说五年十年 其实都超过二的了 简单点说市场预期五年 这个inflation rate 去二 但是眼见联储局 现在都是0至0.5 又或者十年支出 现在产出一厘以上 其实这些反映是什么呢 这个是相对性的 通胀的出现 是出现预期了 但是名义利率是不是真的不动呢 现在开始炒作 就是说 联储局是不是真的站得这么硬 是2023、2024 善欲呢 如果正如霸威所描述 平均的通胀率 虽然它又没有imprime 什么叫平均 几长的平均 但是市场预期都是2这个字 如果真是2的话 就是说如果通胀去到2 如大家所料 真是和你加息了 如果真是和你慢慢开始 tapling再加息的话 今天所炒作的大水满贯 今天炒作的低息环境 到那一刻就开始慢慢股票会收回转 那真的是一个重大风险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长的 中长期的一个view 暂时你看到都没有一个动作 因为我昨天看到的大行报告 包括其实摩根斯丹尼有份新的报告 他说他看完刚刚那个联储局 12月那个意识记录 之后他觉得有点怪 即是他觉得 他们虽然有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那个买债的动作是适宜 但是其实有少少人都有些反对 然后他从而推测 有机会如果通胀走得太急 不用很久 今年6月 鲍威尔有机会开口 有机会提早收水 其实他不用做 他一说 其实市场可能负面反应很大 绝对是的 不用做那一刻的 其实出口数已经开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是疫苗work 而真是通胀来临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出来 我为什么要放水 是不是 当不用买这么多的时候 水源不要说抽走 至少停了的时候 市场都开始反应 所以最有可能 真是看回Mendus 或者现在炒作 是今年的年底已经开始 虽然是年底 但是如果炒作可能下半年 未必所想这么正确的东西 那这个风险因素 大家要放在脑子里面 也好 因为多人说 反而可能准备定 有时候我这么害怕 这个就是前不再的风险因素 但刚才Frank都说 其实暂时来说 市场都是傾向乐观 我们姑且觉得美股的趋势 都是向上 因为我见整条卫尔街大行 标普500指数的目标 今年中位数都四千点流上 即是说现在 如果我们计算3千8 这样 大概10 其实都有6-7%左右的升幅 短期调整 都很多人想捉捉拐点 会不会出现 整条街的人都买得这么开心 我经常觉得很多戒心 OK 都是做一些风险款 其实钱多 刚才解释了 要买东西都知道 因为火银行息更低 只有两个东西买股和买债 买股买债都是不外乎 哪个回报高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就是收益率之间的差距 你见到现在的线 黑色那条线 就是标普500来的 藍色那条线 就是股票收益率减 美国十年之息率 就是你买股和债之间 赚多少 你会见到 两个是挺背驰的 也挺明显的 在过去之中 当这个股和债之间 那个回报率越收窄 其实股票就开始 不是那么抵买 就正如举个例子 现在我用十年之息率 都1% 是不是 我买股票 如果收股息 都是一点多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拨股票呢 就有帮长途客 或者一些比较中长线的投资者 自然会走去债 股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其实股债回报率 在这个过去16年直到现在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每次去到低点反弹 股票 美股都会回的 是 小则10% 大则30%多 都挺恐怖的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 要留意的 现在大约是2.2% 最低点大约1.65% 但是留意一下 现在2.2% 已经低过在疫情之前 所谓的一些低位了 即是说现在的股值 现在的股票价格 其实已经超过抵卖程度 已经超出了在之前19年的环境 再下跌就是多少呢 差不多要去到2% 就开始一个危险区 所以现在的美股 无论股证也好 或者股价也好 或者在这个盈利相差之中 开始见到见顶整固的一些形态 慢慢开始出现 因为不是一定买股 可以卖债的 也是啊 你看过10年债息 其实整条Yield curve 都开始斜了 就是长年期的那些 其实慢慢上去 到某个阶段 这些长期的投资者都觉得 买债 好像安全一些 但是我要问 因为股市的股值季 都趕了至少一个季度 标普500 现值市盈率 大概29倍左右 如果像你说的 超过了08年金融可笑爆煲前的水平 亦都比较逼近 99年科目股 快爆破 那时候的股值 30.7左右 纳指更加 现在应该大概39倍 是吧 04年高位 那没有东西 有些人说 现在的形势和以前不同 可以股值无限发酵 但是我会问 如果你告诉我 这个企业盈利前景 是有转机的 又真的可以的 我可以的 其实我 一直在想 最弊 给不到的 知道 那这幅图也解释了一个 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发现一个 Current的PE 即是今天眼的PE 和预测的市盈率 有一个背驰 而且明显的背驰 一个上一个落 一个上一个落 那先说了Current 刚才那一幅图 大家听估计 股和债的差别 是吧 如果去到2% 刚才是2.2 如果去到2% 等于多少市盈率 数学都算给大家 33 33 如果今天算30 还有10% 还有些位 但是去到33 这个股债之间 就已经是2% 留下的 也就是刚才说的危险区 而这幅图反映的是什么呢 预测一年之后 的市盈率 是突然间罩降 原因是暗示了 就是说 疫苗应该是work的 如果疫苗是work的话 我们不是说 那些科技公司 不是那些新经济赚钱 而是一种旧经济 开始走出来 也就是说 以往大家上不了課 要去透过某些软件去上課 今天你上学了 上学的时候 然后那些公司去到盈利顶峰的时候 开始回落 而学生上学 大家上班 你出去吃个饭 搭个车 用油 那些旧经济 就回来 可以飞机了 可以去旅行 就算你不是出国 在美国自己 里面本土 省份之间的旅游 也都会出现 所以这些旧经济 是推动了未来预测市盈率 的增长的动力 当然这条线是影响什么呢 疫苗 真的是活 是吗 而且大家要接种 立即带回头盔 所以这两个分歧 是很弱的 小小都是弱小小的 因为大家的疫苗 都未真的搞得好 其实不止美股 我见其他恒指都有相同的背驰 是的 恒指很有趣的 亦都跟美国一样 在最近出现了明显的背驰 这个背驰 亦都反映着 就是说15.6倍 在过去近代之中都算高 但是如果预测市盈率 是回到2020年的10月附近 这些这样的水平 那当然是否贵呢 比平均也是贵一点 但是刚才所说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最近一些消费股 甚至银行 都开始开车了 所以都是在预测 不仅是说疫苗活动之后 大家出来消费基本的运作 旧经济周期性 开始回来 其实无论美股也好 中港股市也好 其实都是抄去抄去那批股份 去年就曾经 我们这个节目也有提过 就是贪新忘旧 就是买新经济 就忘却了些旧经济股 但是去到第四季很明显 就是一些旧的东西就追回上来 那那个转据点 都是因为那时候的辉瑞 那些疫苗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过去三个月 究竟是比较500指数的 那个表现给大家看 那就知道了 其实一式一样 真的是炒经济复苏 是的 其实你看到这个很现实的 刚才说 怎样都好 用脚去投票 就很现实告诉你 钱是最 最现实的 是吧 当辉瑞一出声 你看到能源 今天在说50元 就是不声不声 富多的时候 现在在去50元 金融也是 看到知识曲线向好 金融也支持 能源 资源 工业 通讯 全部都是大家 以往是秉气的一些办法 所以 其实炒作新旧的轮动 或者周期性股份 其实在三个月之前 已经开始移动 是的 现在就未迟的 未迟 都未迟 因为都是在等疫苗的出生 还有你看到 在纳指和标普之间 其实那个变化是很微妙的 你看到在资金 互相之间的轮动的动作 是很明显的 还有在美股之中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除了SATA之后 部分的一些个别的股份 一些科技的股份 都有一些升幅 因为始终疫情都存在 但是是不是以前 一声飞呢 其实已经不是 所以 水头不是那里的 始终大家平衡盘 美股方面 新旧的那些 是未来整个主族 都要的 两者都要的 总之懂得选择 但是像你所说 那个头盔 就很麻烦 现在病毒在变种 疫苗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 它能不能变种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再过一个月之后 我们这个思维又要改变 就是很多分析员之前 做一个模特 其实可能大约1月月 是要改变的 疫苗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流感的 除了发炎之外 流感伴随我们更久 1918年西班牙流感到现在 其实流感都有疫苗 大家打了些什么 13个14个那些 每逢疫苗 其实都有一个副作用 只不过问题是 副作用多少 参考香港卫生署 充报一些疫苗的数据 其实一些很严重的 全新的影响 其实是一万分之一 一些普通性的疫苗 有些反应 都是讲一百至一千分之一 就是简单来说 1%以下 所以如果各大药厂 公布打了这么久 一季了 会不会有些副作用比率 来告诉大家 如果告诉大家 都是接近流感的疫苗 相信那个信心 和接种的比例 是会大幅增加的 OK 当然这件事 在流感之中 都要几十年去研发那个疫苗 所以大家 预期疫苗这件事 发现数据 再研发 再改进 再数据 研发改进 不是讲一两月的事 是用贵数 甚至年数的事 所以当大家慢慢接受 疫苗是原来的副作用下降 那些钱 去回一些新经济 sorry 由新经济 去回一些旧经济 这个过程 在疫苗伴随 这个慢慢的涟漪 是会继续的 那Frank 如果未来的话 都要一段时间 大家去适应 甚至接受这个新型肺炎 其实都等于流感 在投资市场上的影响 将会越来越小 我们不用整天查 新的确实人数 和死亡率是多少 如果在板块 但是接下来的组合 去调配的话 你刚才都说了一点 其实新旧都要有的 再配合拜登上场的 头100日 即1月20日上任的 头100日 那我们的资金 你觉得 买到哪些地方的 直播率最高 相信消费这个 是比较主族 你看到现在标普500 无论核心 必须或非必须的消费 还未爬上来 很简单 我们参考中国的例子 当大家真的 禁止完了之后 谁人是鬼都吃过饭 报复式消费 消费 去看场戏 吃过饭 聚会 这些我不是说 特意去买一些很贵 但这些东西 那些F&B 明显是food and beverage 即是餐饮 餐厅那些 其实是会上升的 衣服鞋襪 买一套衣服 买多个手袋 这些是很正常的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 疫苗或者 政策派2000元美金 或者更多 这类型基本消费会先行 和一些非核心消费 会爬上来 机会较大 不过第三季 标普500那些业绩 看到消费板块 那个声誉其实幅度很厉害 是 即已经在半年 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已经弹了出来 是 但股价仍然是落后一点 是的 因为现在都是 在一些能源 金融和资源 因为始终是 眼睛的 因为你看到一些 要和投资的能源 去到50元 但是刚才所说 当慢慢的 去完结 这些这样的消费股 和工业股 因为大家开始 可以上班 开始生产 那些就会回来 但美股这一剂 就不可以完全复制 我们香港 或者中港市场 是不是 我们就跟去炒科技股 真的很贴 但是如果去到必需 或者非消费必需品 其实我们是炒高了 是 因为我们有个中国概念 是 中国是一早已经搞定了 经济大幅犯 但是已经在报复消费 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的市场 那个 就是调配又会不同呢 是 因为其实在香港上市里面 你会发现有些 必需品 或者非必需的消费 其实跟内地有关的 就是那些 吃一下饭 打火鍋 喝奶 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些运动服 那些 其实那些是内地反映的 如果真的在香港 一些租务成交 或者一些租务股 其实当大家真的出来 你会看到 在铜锣湾和尖锡 柴柴柴的商场 刚刚七八月的时候 是很洶涌的 所以香港的购买力是有的 又不给出去旅行 便消费一下这些 所以那一阵涌上来 相信可以考虑 第二是什么呢 香港有部分的银行股 其实都可以考虑 尤其在香港之中 你要留意一下一些 内银那方面 因为其实会看到 现在的资息率 其实是慢慢上升的 资息率的上升 我不是说 要你今天买明天赚很多 但是至少一些 比较中长线的客户 或者一些投资者的感觉 就是想收集一些股息 在说四、五厘的东西 这个股值去单位数的东西 有些国际银行股 现在都在升 是的 都是这样的 如果突然间宣布 或者你听派得息 那那一阵就来了 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 过去三个月 你看到这幅图 最顶的就是最新 一个月 三个月 你会看到持续上升 假设现在 你会看到 其实三十年大日 二点三附近 那如果我做过定期的例子 我明知通胀来着了 我要一些定期的钱 要去买债 还是买银行呢 那银行OK 不要紧要 我给两来息你 它借出去 就会高的了 那一高 那息差一旷阔 就开始将过去那七八年 甚至十年的一些 黏好窄的condition 就会走回头 当然 有点点 有点点 一月 農曆新年 可能会有些NPL的事件 就是non-performance loan 一些坏账 一些坏账 但是过民这阵坏账 看到内地的发展 和和内地有关 借贷的項目 慢慢会好 是 但是因为美国那边 一些国际银行股 就不同一点 它们去年的业绩 已经开始反映 它们的坏账 撥到七七八八 去到疫情前水平 是的 我们这边就麻烦一点 还要等多一点 是的 我们这边和贷款的需求 都比较弱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也比较滞后一点 刚才我们说了美股 甚至有一些美股的板块 以至港股的选股的策略 到最后 不如同大家都说完 究竟我们这边的大市的气氛 是怎样 因为有时都很跟着美国大佬走 我们是不是又是 要看那些什么2%的危险位 好 香港就夹在中间 是的 因为始终1月20日是总统的就职 是的 它对于对华政策 其实都还未很明显 而且会看到 就是说 中间会不会一些 撤销关税 禁令 这个是影响着夹在中间的香港的 OK 那你要注意 比较明显 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到在十四五规格里面 即是两会 其实在三月附近出台的 现在已经开始炒定这些政策 而且在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 美国会升 但是在一个十四五或者每五年计划 第一年都是升的 所以其实在港股之中 底运是正确的 但是要注意 在一些短期的技术位 要注意 很复杂 这个怎么看 其实是可以的 简单 是的 18年由左边开始 你会看到最高位 3354附近 拉条线下来 其实是一个断年数的下压线 但是现在 由差不多 20年附近 即是9年附近 到2000年 2020年 其实你看到 上升轨已经很明显 现在正正刚刚升穿了下压线 而且在上升轨的顶部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critical位 有一个交叉 而这个交叉位置 大约在28000点附近 刚才所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技术压力之外 另一个就是 左边有个28200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过去 由18年到现在 那个点数的聚绩的一个histogram 你要发现 第二个重货区是多少 就是28200 哦 那些是重货区 是的 就是我们讲的下货区 最多是卖夜那一段 好 所以如果升穿了28,000的时候 距离现在不是很远 但是重力的位置 应该是220 就是相比于 现在可能只是幾百点之间的 上浪要注意 但是是不是很差呢 但是你看到 有黄金交叉 50 升穿过250之后 长期都算好 是的 你看到已经有一个positiv 所以港股是正面的 中长线是好的 不过短期的压力 要清智一下蟹货 要有些时间 好了 真的不知道拜登 现在在想什么 中美那些 现在也是特朗普在 很盡情地在破坏 拜登 要等到20%的钱 是的 究竟如何釐清他和中国的关系 我们真的要再提一提 好了 今天很详细和我们说了 美股和一些小小的港股策略 希望能帮到大家 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星期再见